下面給誰吃 不然我們在下面抽的觀眾好了 大吉佳呢 歡迎留言說阿清好帥 就有機會吃到主廚的下面 哈囉大家好 我是黑鬼喔 我是阿清 歡迎收看今天的 大廚拜託了 今天這道是 奶油培根蛋黃醬 海大利麵 喔 又是主廚下面給你吃喔 OK 那我們今天的材料有 雞蛋培根起司 海大利麵 待會我們要裝飾的 四種顏色的花椰菜 先把培根切成一口大小就差不多了 一口大小 煮成醬汁 會縮很多 那我們熱鍋之後加少許的油 油不要加太多 因為到時候培根也會出很多油 等一下 Yes 培根炒到涼麵油上色就好了 因為待會我們會用鮮奶油去煮它 盡量能把它炒散就把它炒散 有了吧 醬油吧 可以可以可以 倒入我們鮮奶油 醃過它又再多一點的量 轉小火 就讓它煮 我們就先來 炒我們的麵 兩人份 大概200公克 煮麵的時候 裡面會稍微加一點鹽巴 義大利麵最怕黏 放的時候 一定要讓它成散狀 然後等它底部開始軟的時候 我們再把外面的推進去 正統的義大利麵 不會煮到太熟 燙六分鐘就好 麵現在都下去之後 抓一抓拉一拉 好 那接下來我們再做 另外一個動作 先準備蛋黃 蛋白跟蛋黃分離 蛋黃我們丟下去 好咧 把我們剩下的鮮奶油 全部倒進去 攪拌 把攪拌均勻就好 麵就煮得差不多了 那如果你想要確認 手一點多 抓一條起來 輕輕折斷 然後看中間 有一點粉 但是不能太粉 這樣其實就差不多 真的再不確定 就吃 OK 用這個麵水的餘溫 燙我們的花椰菜 不要燙太久 燙太久的話 它顏色會跑掉 營養也會流失 放讓它稍微煮一下 那我們醬子煮完了 麵煮完了 我們就直接倒進去 因為剛剛的這個 奶油培根醬是濃縮的 它的質一定不夠 所以我們還有我們的 蛋黃醬 全倒人 YES 培根已經有鹹了 鹽巴就不要加太多 然後黑胡椒 好香喔 真的 奶油很濃之外 培根醬氣 完全融入在你的精華裡面 我覺得 麵條真的Q 其實麵是最大的重點 大家自己回家做囉 掰掰 等一下 去週刹議 北京 半日 下雨 小山 半日 也